下一封就狂射 這個骰到6的時候很可怕 沒錯 夏普往進區裡面去打 打扮得分 這一球可以讓球迷 沒錯 比賽季才到後半段而已 都還有機會來好好的進步 夏普一掌往進區裡面去打 也是再次這樣分出百進 可是這個球 夏普很直覺 球外線了是6投4中 對手感真的很燙喔 這球高難度喔 在進區裡面有一個滑倒的狀況 但是還是百進分數 其實不乏是有 單捷得分領先的狀況 但是穩定度一直都是他們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外圍的出手發威了 38比33 夏普外圍的wide open出手軍 Wondershop馬上示範給你看喔 什麼叫長刃頭 對於玉龍來說其實只要讓補員不好出手 籃板球又都是他們掌握的情況下 這優勢會非常的大 這個時候夏普 再進一顆3分 翻身 直接把阿肯破掉 分30秒 夏普 左轉右轉最後後仰出手進 這就是現在 回給夏普 轉身 這球還是放進了籃框裡面 盧冠良再分出來 夏普 外線的wide open 有了 漂亮的傳道 製造出了夏普的投籃機會 結果成功的重複的防守啊 想要去賴犯規可惜沒有賴到啊 反過來轉換快攻夏普 輕鬆的上籃得分 下 破 下 繞到籃下 球 競算還有M1 這3分球的助威之下 取得6比20先 繞到籃下下撲 籃下都空了齁 雖然是守區域防守啊 因為這個賽制啊 就是5個球隊啊 那每一個球隊都要對戰8場 所以有時候 戰機會影響到整個 柯銘豪 傳出來 磚斯再交夏普 外線 拔起來偷側 有了 夏普 這次的命中率都非常高齁 龍前手握4分領先 他們希望能夠來守住這個領先 把連勝推進到3場 夏普 一開一截 身中的上籃得分 空中接力的上籃 夏普 在籃下 還是能夠挑籃放進 非常輕鬆喔 給出來 柯銘豪外線 沒有 夏普 抓到進攻籃板 再往裡面打 要到分數 非常有經驗喔 腳步也很好 4分差距 夏普外線 有 哇 第三集的玉龍就看夏普了 夏普說是My bad 他沒有注意到 夏普 這一球很傷啊 今天得分的進攻狀況 算是很好 夏普 進攻的很有耐心喔 哇 高難度的挑籃 還是能夠放進啊 空中 有本土去守Urban 他在切的時候 後方還有一個夏普 或者是個 Jones在後面去補防 夏普 強勢的攻到籃 但還是隊友拿到啊 不過 夏普拿到球 雙手的勾籃得分 有一個打法 夏普 直接在外圍拔起來 偷 空間了一擊三分球 以夏普這種勁見啊 因為他幾乎都是在打進區 往中間 夏普 對 這個是Jones的一個影響 看一下 壓上去 夏普 進區裡面 就有一次大背包扣的機會 很敵 七分的差距 夏普 這球給出來 再給到夏普的手上 高舉高打 對 夏普 對 應該是 傳導就變空檔了 夏普一個Wide Over 浮頂 這兩個三分球 很傷啊 Wise Over 再往進區裡面 做一個拋頭 沒有 夏普第二波 還是把球拋進 所以你有一個拋頭的方式 加高幅度 華德夏普 也來嘗試一擊 外線也有 好 今天用玉龍那之前開局的外線 打得非常輕鬆 這時候Jones 直接往進區裡面去打 藍板球還有夏普 夏普 一大步的三分球有 大號三分球啊 往進區裡面去切 想要硬打 這球打板沒有放進 夏普 速度飛快 可能要自己來了 在空中 到最後一個 拆把球放進 這樣一個上來 不然視野進啊 我覺得拋頭這個動作 就是 要更有一個空間感 哇 又是打到三分球 這球三分球也17 中場的時候有提到 常軍得分是29.9 哇 這個時候夏普 哇 外線 哇 這漂亮的傳球啊 找到了 空檔的 夏普 放進來夏普 也要來挑戰 進外線 連續兩盆冷水 澆下來 在本節 Jones給到中間 夏普 轉身 膽打這個球 哇 阿甘素手還是先拿到的分數 成長許多 球被超走了 前面夏普 雙手後來 非常簡單 第一下身體切入的時候 身體一躺開來 哇 哇 這個攻勢 夏普外圍的三分球 也能夠投進 真的是能力 很快 夏普對到咧 夏普 轉身 哇 這個球幾乎是那個幅度 吳凱翔 接下來再給到胡亭 夏普的外圍 三分球進 成功的防守 帶動好的進攻 哇 夏普要運球 楊將互相搞笑一下 對 互相招待一下 哇 夏普最後把這個球 給打進去了 夏普 被人強擋住 這個龍頭 後揚還是進了 喔 對 這個算是高難度動 夏普外圍的三分球 進 哇 今天 綠龍的 一定 直接壓進去 中距離 拋頭 這一球再拨 還是被拨進來 夏普 staging 拔起來氣 這時候發生了失誤到現在開始攤手 你幹嘛回給我 這個時候來了一擊空中接力 下補 穆頂的位置也來嘗試一擊外線三分球軍 下補 比較好的球員或是可能會到其他聯盟 所以變成說他們成軍還有他們的球員裡面來講 盧冠宣 還準述沒有下補搶到的進攻籃板 艾爾文跟他的防守 最後還是沒有擺到再差一個進攻籃板 連續兩個進攻籃板讓他要到分數 最後去到了另一支球隊就是高雄九泰克 對那我覺得九泰有了Wiggins 之後呢 其實也算是一個馬馬克力的選擇 那下補剛才又死 身體的失誤也是爆量演出 下補面對到艾爾文的防守 轉身 飛了位的出手 有 下補回給盧冠宣 從此的掩護再給到下補外線 有 下補 對因為現在其實玉龍整個下半場外線 也完全投不開了 所以台英整個防守圈也縮得很小 是 基本上三分外線是完全已經 守住這個境序 台英基本上 這場比賽勝券 不過下補沒有要讓他們輕易過關 其實現在剩下還超 已經被拖完了 對這場三分球有點判了玉龍隊死去 對 不過下補回過來很快投進了三分球 這場路跟節奏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下補外圍的三分球出手進 好 節奏 三分線有 不用認再傳 下補虎頂的一個三分球 再進一顆 郭昭南直接壓得上去 這球最後彈得出來 下補在籃底下幫忙補了 對其實台皮的第一時間 風率非常的高 下補後撤一步 最後的外圍三分球 一個拔起來了下補的三分球 今天全員玉龍的三分外圍 真的很恐怖